对于打工一族的你来说 每天繁忙的工作 现在因为work from home的缘故 你在家里的时间多了 你会不会不习惯呢 每天在公司里面日理万机 可能因为市场转变 令你暂时失去了工作 因为学校暂时的关闭 孩子们在家里学习 你需要多点时间去多助 帮助他们来学习 你会不会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呢 在五百多年前 在法国有一个弟兄 名字叫做Brother Lawrence 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只有他只能做低层的工作 但是他一心希望他能用他的一生 去侍奉上帝 后来他有机会进到修道院 他以为他可以在圣坛前来服事 但结果他被拆派到厨房做打杂的工作 但他一点也没有埋怨 反而他将厨房变成他朝圣的地方 三十年如一日 他每一天在每一件琐碎的事情上 包括了煮饭 洗地 都尽心地去做 完全是为了要去爱上帝 习惯在职场以目标为本 争分夺秒的人 我们可能借着这一次 多点时间在家中的转变 尝试尽心去做 职场中一些琐碎的事 一些的家务 并且在当中享受那个过程 体会天赋 恩典处处都在 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说 我无论在什么境况 都可以知足 这事我已经学会了